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题目叫做破解云原声应用的可观测性 怎么样这个声音是不是太小了 可以的 好的这个声音可能再大一点 可以让大家停住脚步 我一看一闪人我就有点心慌了 没关系 开个玩笑 我是那个 我实际上是第三次来到咱们台北来 来做分享 前面有两年持续都是应邀受台湾DevOps社区的邀请 我来参加过前面两届的DevOps Days台北 去年和前年都有演讲 所以说我今天是持续我的一贯 每年一次这个导导之行的这个行程 我今天很有幸参与到咱们这个Cost Cup 这样一个很好的社区里面 来做今天这样一个分享 那我本人的话是在Elast公司 做这个社区步道师 我的职责就是去专注于在大陆这边的话 关注Elastic的开源社区的发展 然后更多的举办更好的Metaph 然后收集这个在社区里面的更多的反馈 然后把这些反馈呢 回馈到我们公司 然后让这个社区可以在中国大陆这边做得更好 其实我们在台北应该也有一个组织者 应该是以前也办过Elastic Search的Meetup 但是近几年 他今天没来 对 近几年可能也工作比较忙 可能也没有办下去 不过没关系 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社区 好 讲一下我们社区 刚才我那个其实上午听了一些演讲 我就把我这个 这张PPT本来之前是我做个人介绍的 后来我就想 我说还是要符合一下咱们大会的调性 然后就改了一下 改成做我们这个社区的介绍了 这社区也是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CEO 我们CEO兼创始人Shan Banan 在我们一次比较重大的产品发布的时候 做的这样一个自拍 这个自拍的发布时间点 大概是ELK的5.0这样一个时间点的版本 我做一下调查 在座各位有用ELK的举下手 看来我们这还是有群众基础的 包括我们上午有几个演讲 咱们的老师也提到了 ELK、ES、Electric Search、APM 这些跟今天我的演讲都有关系 我讲一下关于我们这个社区 关于我们这个开源项目的一个故事 我们这个CEO 我们这个CEO也曾经是 很多年前是一个马农 马农他不是 他可能英国的就业条件好一些 他好像应该是法国人 他带着他的妻子去英国打工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马农 出外打工的一故事 然后他的妻子也想从事工作 从事这个厨师方面的工作 然后他比较贴心 他说那我给你做一个 开发一个菜谱的一个程序吧 这样你查菜谱做饭会比较方便 你看他是多么贴心的一个马农 然后他就用鲁森 然后开发了一个食谱的应用 提供给他的老婆 后来的话他又继续基于鲁森的实现 他就把它分装 做出了一个开源的项目 因为他非常灵敏地嗅觉 他觉得这个开源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他就把他第一个 很不成型的一个 很不成器的项目 投入到开源社区里面 然后受反馈 其实在公司里面 他也有另外一个内部的帖子 他上面就写了 他说当他把这个开源项目 投到GitHub上 收到第一个别人给他的反馈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如此的激动 他说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在对这件事情感兴趣 还是有很多人感兴趣这件事情 后来的话他又觉得这个开源 做开源项目 在家这个做开源项目 还是吃不饱饭 他说还是需要去找份工作 然后这样的话 他就去找到了一份 跟高性能分布式 运算系统相关的工作 然后呢 这份工作激发了他 对他自己这个私有的 开源项目的一个想法 他说 这个工作上对我有这样的要求 那我 我给我老婆写的这个应用的话 他应该也具有这样的一些潜质 他就把他的这个系统呢 做了一个重构 他说我要编写一个实时的 分布式的速度引擎 不一定是搜菜谱了 搜菜谱肯定是可以了 后来他又把他这个 首个项目命名叫Compass 他又把他改名为叫Electric Search 然后投入到GitHub上 变成现在一个比较火热的项目 这也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ES 以及他所延伸出来的很多其他的组件 L Logstash K Kibana 所以说这个项目是这样来的 因此的话 这个项目我们所有的ERK的组件的话 它最基础的版本都是ApaC 2.0的 而且在我们公司的网站上 他有一句话写得很清楚 他说不会改变ApaC 2.0软件 因为近几年的话 你们有没有发现 云计算其实对开源项目有巨大的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投入云计算的一些项目 结果我就不举一些他们的名字了 就是他们其实被Amazon做成服务 或者说被某云场上做成服务 导致他们的预期的收入无法实现 后来他们就开始更改他的license 然后导致他现在其实也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 而我们公司的话 他的这个Electric Search的话 他实际上是除了ApaC 2.0之外 他的商业模式还有两个版本 一个叫Basic License 是免费使用但非ApaC 2.0 还有一个就是他商业版本的license 商业版本的话 里边就是说你买了他的订阅之后的话 可以就有这个Support服务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天然的 使用开源的商业模式 因此的话这个公司因为有这样一个商业模式 你看这个逻辑是非常简单的 有一个开源项目可以活 然后这开源项目有一个商业模式 然后以至于他Electric 公司的话 在去年9月份在纽交所 上市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上市 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 9月份上市的时候 他的股价是 应该是40美元 最近几个月最高的时候 涨到100美元 但是现在中美贸易战 它比较激烈 它降到80多美元 但这个公司的话 你可以看市值的话 还是一个60多亿美元的公司 所以说这个故事对大家非常有好处 只要这个马农 大家这个代码写得好 再对老婆非常好 你是运气是不会差的 就是反之则亦然 在座位也有很多程序员 所以说这个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开源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故事也蛮有意思的 接下来的话 讲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了 这是一个技术的一个 技术方面的一个探讨 云原生应用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云原生应用 在今天这个时刻的话 我们可能使用云的基础设施 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一个选项 对吧 特别是对一些小的一些企业 对一些创业型的公司 对吧 但我不需要拥有任何机房和基础设施的情况下 使用云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选择 但云有很多好处 云也有很多它的烦恼 或者说它的一些挑战 从基础架构上来讲的话 我们在云里面的话 我们可能会更多的 想使用一些微服的架构 假如你没有再使用微服的架构的话 你可能也在逼自己去转型 想把它容器化 想得到微服架构的一些好处 那其实这个就对你的架构的 驾驭的能力的话 就有了 已经有了挑战了 是吧 以前的话你只是想 实现一些业务逻辑 把这个程序呢 做得很漂亮 吸引更多的用户就行了 但是现在不行 你要在云里面去部署 在云里面谋删的话 你还需要具有很多 应用架构方面的技能 那基础设施就不用讲了 那你用使用微服务的话 自然的 Cubernetes呀 这些云呀 你都是需要 有这些技能防身的 不然的话 你在云里面也会死得很惨 而且是 对于一些开源项目 甚至一些小的公司 你的CICD流水线 你的Infra的一个驾驭的能力 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的话你的 运维的模式也非常发生了变化 你的生命周期 应用的生命周期也是 变得非常快 非常快 然后变化的频率也非常快 总结来讲的话 其实云原生应用就意味着 你使用一个 不靠谱的基础设施 因为云原生里面 任何一个点 它都会存在故障 都会坏 然后在一个不靠谱的 基础设施里面 怎么谋求生存 而且要发展 而且要有更多的用户 挣更多的钱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云里面 其实还是有两种 典型的架构的 如果说你使用AWS 或者任何一家的云的话 这还是你可能 刚开始入手的时候的一个架构 这个架构很典型 就是一个单体应用的架构 多极单体应用的架构 它基本上的话 也可以有非常典型的 云的一些特质 比如说 基于链路延迟的路由 可以让把很多 分布在不同大洲的用户 路由到它本地的 就近的数据中心里面 基于多区部署的 这种负载均衡 然后多应用的副本 增加它的 对于不同 峰值容量的满足 以及后台数据库的一些处理 这样的一个架构 在云里面 去进行运营的话 其实上百万的 一个用户量 或者说并发量 可能也都完全支撑了 但这个不是理想的 可能有些像我们 刚开始的时候这么做 但理想的 你可能会还是要 追求更时髦的一些架构 可能这就是 微服务的架构 微服务的架构 其实在微服务当中的话 讲到了很多都是 服务和服务之间的联络 服务和服务之间的联络的话 其实都是点对点的 由于你的业务逻辑的 不断地变得复杂的话 你也可能会发现 这些业务逻辑之间 最终形成的一个架构的话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 整个一个球形的一个结构 其实它的业务逻辑是非常复杂的 可能只有当某个服务 出了故障的时候 你可能才会去 深入地去trap shooting 你可能才会去找到 它可能的问题 所以说在 微服务架构和单体应用架构 之间的话 它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区别 这个巨大的区别在于哪呢 在于某些重大运维事件上的差异 如果说你的规模 如果说你应用服务的规模的话 始终还是比较小的话 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异 你可能使用两种架构都可以 得到的效果可能也是类似的 但如果说你要是 继续往前走 发展得越来越多的话 想又有更多的用户 确实是也得到了很多用户的话 它在很多重大的运维事件上 架构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简单来讲的话 微服务的挑战会更大 因此的话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点里面 我们如何去考虑咱们的服务监控 所以说这个也是跟我的主题相关的 可观测性是什么意思呢 我如何去重新思维我的服务监控 我的服务监控 在以往的那个老的一些思路和套路里面的话 我可能就尽量地说 那我就多尽可能多装更多的一个信息采集点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看得更加仔细 我不就知道所有的故障的所在了吗 其实你忽略了复杂性 以及它的互相之间依赖的一个不可预知性 因此的话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的话 在云原生里面的话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 像去预测 或者像去监控一个卫星这样的 你可能去寻求很多信号量 然后会去做很多 更不可知的一些预测 而又在其中要谋生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可观测性 我如何通过今天这样一个讲解 来去刷新你们以前老的这种 应用服务监控的这样一个思路 那首先的话 你要意识到几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的话 你的应用在云里面 就是部署完毕 就是刚刚部署完毕 只是你所有的苦难历程的刚刚开始 只是苦难历程的刚刚开始 因为你后面谋求的是不断的快速迭代 和获取更多的用户 接下来的话就是说 即使你设计的再精密 即使你在架构上设计的再精密 你全都是 在每一个region里面 在每一个AZ之间都是 多区的部署 多个实力的部署 数据库都是 很精密的部署 按照云厂商提供给你的 可靠的架构去部署 你还是要随时做好当机的准备 因为近些年来 即使是很牛叉的大的云厂商 它的当机事件也是 时常会发生的 而且它当哪个服务 也是难以预测的 一刺一刺不当 S3有可能当 整个机房都有可能会 因某些天气状况 或者说是地理地质原因 导致机房的整个的失联当机 这都是你不法预测的 而如果你对此也无法防范的话 那可能还是你的这个软件工程水平 可能还需要提高 如果说是一个分布式的系统的话 对吧 你把你的系统也分布到各个大洲 不同的机房了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插不出去难度也就更大了 因为你的灾难 或者说你的故障 也会分布到哪都是 所以说这是几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也就是说这几个事实 已经将你无法把任何 你的应用系统中的任何一块 放大镜上去看了 因为你已经很难去识别 它们存在于哪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引用一个 这个Vivid Cortex CTO的这样一句话 他就说重新 他也在重新反思这个 传统的应用服务监控 他也提出 或者说重新定义了可观测性 就是监控告诉我们 系统哪些部分是工作的 可观测性告诉我们呢 哪儿不工作了 那这块不工作的地方 为什么不工作 可观测性更注重于后果 原因 我如何更快地能得到原因 因为我知道原因之后 我才可以恢复我的系统 恢复我应用的服务 讲了这么多之后的话 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 既然是对传统的监控的刷新 对传统监控的刷新 然后提到了新的可观测性 那我们势必要把这个 我们可以得到 或者说我们可以接收的信号量 都捋一捋 每一层从上至下 它是一个因果关系 或者说是现象和原因的关系 如果说你的某一个 Triple Shooting做不下去了 就证明你可往下一层 你没有一个思路 或者说没有一个信息源 或者说没有信号源 帮你提供下一层的信息了 首先的话最上层的是 警告 概况 排错 剖析就是profiling 然后后面是dependency 大概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传统的监控的话 其实你收集了很多metrics 你的目标是什么 做alert 实际上把一大堆的日志和metrics 给它放在一起做alert 这个是典型的传统的 Ops的做法 这个做法的话就是说 你可能要么就看到全都是绿的 这个东西对没有什么意义 有可能要么就是 全都变红了 你也来不及去插入数据 其中哪个是重要的信息 因此的话你还需要进一步往下去做 进一步往下去做 寻找更细的信号量 这里面就包括了排 debug的 剖析的 依赖的分析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可观测性了 可观测性 你想拥有可观测性的话 必须是 不是Ops在孤军奋战 还是要有这个dev的人来去协作 有这种devOps的感觉 你才可以做到可观测性 这不是纯Ops的 可以实现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有这么多信号量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归为三个最主要的 你需要去实施的点 就是日志 指标和应用追踪 应用追踪的话 简单来讲就是APM 我们这个SkyWorking 也是一个很典型的APM 方便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你要是有这样孤立的 三个解决方案的话 你可能还是不太好理清楚 你具体应该怎么做 那么我今天 听完这个分享之后 我回去该怎么做 我的信用系统的可观测性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 提出了一个可观测性建设的四步法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步骤 有可能一步一步地去完善 你的应用系统的可观测性监控 那第一步的话就是健康检查 健康检查其实是第零步 然后接下来是指标 日志和应用追踪 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可能只是把其中的一些关键点 给大家点到为止 因为很多细节的话 你可能可以复用以前的知识 可能是对ELK的延伸 对APM的扩充 但整个的逻辑 我相信跟大家这么去捋一遍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健康检查其实很容易被咱们忽视 有些人觉得我已经做了日志了 我已经做了一些overall的 一些dashboard了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了 其实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你可以看任何一个云厂商 其实它都会有一个 所有服务的细分的 每一个区的一个dashboard给你 其实这个是蛮重要的 这就是它对它所有客户的一个 一个就是红绿灯 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意乱 所以说对你来讲也是一样的 你要知道你的所有的服务 是否在运行中 它是不是正常的处理 正确的处理的工作 它有多大能力 处理更多的工作 接下来的话 你可以可能用三种方式去实现 很多很典型的应用系统的话 开发自己的这个 健康检查的一个协议 或者说是一个分发的一个方式 它肯定把每一个节点上 用广播的方式 去跟临近的节点做这个广播 然后得知整个集群的 一个健康的状况 现在在K8S这个里面的话 也更多的会用到像 ETCD啊 ZooKeeper这种 或者说Console这种 非常典型的注册表 当某一个服务被部署 或者被更新了以后的话 它的现在可运行的版本 或者说新的版本 就会注册到它的注册表上 那么可以通过一个注册表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现在健康可访问的清单是哪些 当然的话 如果说有些服务失败 或者说有些服务替换了 你也要去实时去更新这个注册表 就一个应用系统本身的话 你可能也需要去暴露 对外暴露某些更详细的一些 内部的一些状态或动态 那包括这样一个实现 有一个端点 有一个接口 然后的话 里面不光实现了 它自己的死活的状态 可能也会去显示 它依赖的服务的联通性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实现 如果说你在你的服务里面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让developer 可能再多做一步的工作 那么你在做监控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 如果说你做了这样一个健康检查的话 你可能可以也注意到 ERK是一个非常快速发展的集群 一个工具集 那我们这边的话 也有叫Hotbit的这样一个组件 也是一个开源的组件 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 简单的部署的结构 在你的内网和外网 都部署一些健康检查的检测点 这个Hotbit的这样一个检测点的 运行方式也是很简单的 可以以一个进程的方式 或者说可以以一个 Docker Image的方式 给它一个样文件 它就可以做多协议的 一个定期的检查 这样的话你内网外网 就可以得到一个 非常非常用户友好的一个视图 这个就是说在你用 Hotbit之后 它的信息全部打到后台的ES 然后用Kibana呈现了一个界面 它说起来的话也很轻易 但它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注意点 或者是一些挑战 当你在做这个健康检查的时候 你需要去非常 对你来讲很挑战的 什么要定义何为健康 健康度 那你怎么是健康度 你需要你自己 做一个很好的定义 然后实际上它无法去 它可以识别某一个服务点的健康 它无法识别什么 这些健康点和点之间的 一个依赖关系 而且如果说你评次做得高的话 你可能要小心 评次做得太高的话 有可能也是自己 对自己的一个DDoS的攻击 这是健康检查 你有了健康检查 让一个基础之后的话 下一步非常推荐 你要做指标 指标的话 那指标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在连续的 在一个操作系统当中 多个时间周期里面 对很多KPI数据的收集 以及非常重要的 附加的原数据的管理 附加的原数据的管理 因为这个只有通过原数据的丰富的话 你才可以了解到更丰富的信息 这样的话 你才可以用到业务的排错方面 这一点是往往很多 Obs同学会去忽视 或者他无法获得的 而代务同学又不care 这个东西的部署 就造成了 其实你在做业务抓拨数据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数据 其实你会觉得非常干板 你无法反映出业务方面的内容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前面两个模块的话 很多监控工具可以帮你实践 但第三个业务指标的话 依然要像你写健康检查一样 你要写一些自己的业务指标 那么如果说你作为开发者来讲的话 你没有想法写这些业务指标的话 那可能你的监控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陷 非常大的一个缺陷 因为你回头真正当你业务系统当机的时候 你很难分析出服务A和服务B之间 对业务的一个影响度 你可能是有限的一个排错 排错的人员的一个资源 你很难去给他们去分工 所以说这个业务指标这块 对监控来讲也非常重要 而这一块只有什么 只有developer可以来去补充 或者说去实现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监控模式 我们现在都已经惯用了这种监控的套路 在每个操作系统和监控点上 部署我们的指标的暴露点 或者说是监控代理 监控代理的话 把它的所有的数据 放到集中的一个存储上 然后拿前端去展示 在云音原生应用里面 在Kibana的这个 在Kubernetes的这样一个集群里面的话 我们更多的是用到 Polomysios或者加Grafana 这样一个套件 这个套件也没有问题 也非常好 现在大家用的也很多 但是不管你用任何套件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局限和挑战 因为我有比较多的 之前的在监控方面的一些经验 其实这些挑战都是 十几年前就存在 现在还没有被解决利索 比如说静态指标 发指的设置是没有意义的 这不给大家只是举一些非常关键的点 比如说你那个数据采集指标 指标都采集到后端了 那后端的一个大数据 长期的短期的处理 近期数据实施在线数据 支持大数据量的一个查询 是不是可以很快 你的查询的逻辑 是不是可以很丰富 而不需要花太多精力去开发 那实际上如果说你这些能做到的话 有可能你的监控系统 做出来是比较有意义的 那这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个 假如你用ELK的话 可以去这么考虑的 如果说你非常喜欢使用Polomysios 没关系 在Beat这边的话 Beat是我们的采集端和采集代理 Beat这边的话它是有一个Polomysios模块的 可以把你以前比较惯用的Polomysios 能够采集的指标的话 也可以收集过来 然后我们在ES这边的话 我们的Beat和LogStash的话 它可以有很好的原数据分析功能 原数据丰富功能 加上你的业务人员写的很多业务指标 我相信你在ES里面可以存取非常全面的指标 然后在这边的话 继续学习的话 做动态的极限 以及异常行为的检测的话 可以让你就是跳出以前静态 阀值设置的这样一个坑 因为那个是没有用的 然后用Gabana或者Kibana 这样一些实时动态的Dashboard去做展示 那这个的话 PPT以后会发的大会 这个我就不一一去细讲了 因为这边的话都是ELK 可能你们以前用到的 但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点 你可能可以去继续再去尝试 那么如果说你做到指标了的话 那你接下来往前进一步的话 你可以做下一步了 可以做这个日志 日志是放在 我故意把它日志放在指标之后 日志因为日志它的能量 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能量会更大一些 我们认为日志的话就是说 每一条日志说明什么时间 什么时刻在哪个地方 某个服务发生了什么事 它通常有两类 比较靠前端的这种请求日志 或者说比较靠后端的 这种debug日志 你要如果做日志分析的话 首先有三个必备条件 就是真的是 现在如果说我做一个调查的话 比如说你们 插不出订的时候 还需要SSE 到某个系统里面 Graph这个日志 可能很多同学会举手 当然这个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这个方式也对你来讲 也比较危害 所以说第一的话 要做集中化 我们有那么多可以去集中化 收集日志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集中化 集中到一个地方 因为这些集中化的工具 现在已经可以达到 很大的吞吐量了 已经可以让你在中间的 这个日志采集点上 可以实时地去看日志了 真的也不需要去 SS任何一台机器了 然后第二的话 最好是能做全文检索 那十几年前 比较悲催的时代的话 日志还是用 关系数据库去做 那个 做管理的 那个查询其实是很 很不好的 需要做全文检索 然后需要能 日志之间的一个关联 日志之间的关联 就是跨系统啊 甚至跨应用系统啊 你在应用的部署里面 跨不同的区域啊 可不可以做这种事件的 关联的搜索 如果说你这三点都可以做到的话 可能你的日志就比较有效了 那举个例子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分布式 应用系统啊 如果说前端出500的报错了 你需要 至少有一个trace ID 可以把分布在 这么多服务点上的日志 能够做 关联性的分析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trace ID的话 那你无法做到 这个关联下来的话 最后发现是 Cassandra数据库的一个 读写的一个 报错 那如果说你 如果 这个谁能救你啊 这个只有developer 自己去写 这些trace ID 符合这种 APM的这种感觉的 你才可以做到 所以说这个Ops人员 是做不出来的 这个只有dev人员 参与了以后才能做到 所以说这就强调 你这个日志的质量了 那么这是一个 很典型的日志 你们可能也在 系统挂掉的时候 也去上线去 也碰到过这种日志啊 这种日志 如果说你自己写的 你可能就原谅自己了 如果说你发现 是别人写的 你可能心里面就是这样说的 或者说说了别的话 对吗 那么 那么实际上 这也就是在 侧面的告诉我们 一条日志 如果说你写的好的话 那它其实可以产生 很大的 很大的作用 可以减少你很多 TRAP数定的时间 因此的话 我们希望日志 具有这样一些信息 我在这边 不依序列举 我只是告诉大家 很多这里面的字盘 都是可以采集的 Agent 可以帮你去 inrich到你的日志 Stream里面去的 有些是必须 developer要去care 要去写出这个字段 放进去的 最后所有的字段 要放在一个ES里面 做统一的 聚合分析 实时的查询 统计 这样是一个非常 有意义的日志 而且它也 在近几年 它被提的越来越高 就是说你在做应用系统 debug的时候 如果说你没有这样 类型的日志的话 你几乎是 会就是说把你自己 就是基本上 你的MTTDR 将不可思议地高 不可思议地高 如果说你都做得很精细的 可以日志关联的 这样的话 你可以释放你自己的 很多的排错的能力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你看你从你的metrics 日志 然后下面的话 就该做APM了 因为你那些metrics和log 可能都不报错了 可能平时的话都很正常 但是你的客户 还会体验很糟糕 比如说这是很典型的 什么都正常 什么都是绿的 但是用户打开一下 就是要光光打12秒钟 这个界面才打开 或者说你都不知道 用户一直在抱怨 这样一些事情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该怎么去做 你有没有可以预先那些方法 让你提前知道 这样一些事情 在用户打电话抱怨之前的话 你就已经可以排错了 包括这样很多500的错误 如果你没有APM的话 你还是回到 刚才我说的那种原始的方法 SS到N多机器里面 嫌疑的机器里面 去分析 你可以看到任何的信息 是吧 你的MTTR无限制的厂 如果说你有APM工具的话 你可能看到的是这样 每一个调用的话 它是有很多个 它是有很多个span的 span的话就是 每一个服务的话 在参与这个端到端的业务的时候 它都有它的一个参与点 它有它进出的一个 它有它函数 被调用进出的一个时间点 在APM里面 就是可以去抓取 这些span的一些长度 更有意义的是 你可以对这些嫌疑的span的话 你去看到它里面的code 它假如是一条色扣鱼的话 你可以历史 即使就可以看到这条code了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 Ops人员的话 也可以对developer做反馈了 而且这个反馈是非常快的 反馈是非常快的 Ops人员都不需要有这个 developer的能力 它都可以跟那个developer人员呢 在code一级去沟通 对吗 所以说这是APM的一个架构 APM也有很多的一些关注点 就是说 你可能 因为你做APM了 可能你需要去重新去思考一下 你的端内端的一些链路 可能以前写的不是很规范 但为了让APM可以监控出来 更有意义的一个调用链出来 你可能要去优化它 要优化它 然后APM的话 它有很多采集的一些套路 有些是全采集 百分之百全采集 你像谷歌的话 它最早发布了那个dapper那个论文之后 才有了APM这个东西 当然谷歌的做法是什么 它在它流量当中采量多少 它的采样量很低的 因为它的流量太大了 它只需要采量 采样百分之零点几 它就可以得到 已经全部的 它能想看到的APM调用的信息了 而对于你 你可能是一个低吞吐量的系统 可能有可能你会做百分之百的采样 而且这些东西采样率的话 跟你的后台数据的管理 也是有关系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如果听过我今天这样一个 一个分享的话 我就是还是跟大家 希望跟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大家在云原生时代 特别在云计算时代 我们再去重新去考量一下 你的应用服务监控 从这三个方面去考量 而不单单做其中的一块 而不单单做其中的一块 而且它是 按照我这个分享的话 它是有一个套路的 有一个一阶一阶的 要往前去进阶的 然后总的来讲的话 可观测性呢 它是关注的是一个领域 它不是说 这三点你做了还是没做 而是说透过这三点 集合过来的信息呢 告诉你一些 你可能可以知道 你想知道的信息 也通过这很大的信息量呢 告诉你 帮你揭示去 你不知道 你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说从这个听起来很拗口 但我把这个排列出来的话 大家就可以 可以有这个 有一个感觉了 那边更可知的部分 更属于OPS同学监控的部分 这边更多的强调 人的排错 debug和分析能力的话 可能跟APM 跟日志的关联分析 可能更相关一些 所以说这是 你做这个整个应用服务监控的 一个两端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讲三个关键点 首先的话 我们在今天这个 这边的话再强调 就是APM实际上是可做的 像 包括我们可以用上 上午咱们提到的 skywalking zipping等等的框架 也可以用这个 ERK里面提供的APM的框架 它都是很多种实线 现在很多实线的话 它都也会以一个 比较低成本的买点方式 让你看到APM出来的效果 也就是说你听到这个词 不要去恐惧 即使你是Ops同学的话 你也可以很轻易的 比如说 Elastic APM的话 它是从框架一级去买点的 也就是说你代码是不需要动的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你这样一个家务的 Tomcat调用 或者说是一个Python的 或者一个Go的一个框架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很多的 你就还没有让developer 做一分钱的改动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 追踪的信息了 所以说这一点 可能大家以前没有意识到 或者不愿意做 但这点还是强烈 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 另外的话 整个你的可观测性 跟你对这些信息的使用体验 是有关系的 我们希望你的信息 是更加容易浏览的 然后你后台的 最后一点的话 就是后台聚合的 后台的数据集的存储 希望它是一个非常可靠的 非常可靠的 非常实实的 非常全面的这样一个信息的集合 这样的话你的所有的 Dev和Ops的同学才可以更加愿意 在这上面协作 获得更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今天 主要就是我的这样一个分享 包括了我们关于Elystic 色尺这样一个开源项目的一个 可能大家以前不知道的故事 包括一个可观测 应用可观测性的这样一个话题 这边是我的一个个人的微信号 以后愿意 跟我在这个话题上有分享的 可以扫一下嘛 谢谢大家 好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要问呢 举手问一下 还有请问 那个早上的那个吴胜啊 他提了一个Elystic Search 社区他不接受 不太接受外面这个合并代码 PR这个部分 您听到了吗 对吧 你们有什么要说明一下 这边的话我想做一个说明的 就是说 Elystic员工的话 他是 基本上他全球的话 大概有一千个developer 他全员呢 他非常关注客户端的 及时的反馈 因为我认为 他说的这句话 对 但我要想更多 进一步充分说明的是说 可能我们的开发团队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两点让大家觉得 我们在忽视社区 第一点的话 我们可能太重视 客户端提过来的一些bug 或者说是一些feature request 第二点的话 他的 因为他不是一个 Apache Foundation的一个项目 他自己做内部的这个 这个PR的review的时候 他其实 按照我们公司内部的一种文化 去review这些PR 他对外部的一些PR的接受的话 可能在某些情况下 因为我是做社区的 我是也觉得他们是比较挑剔的 我觉得 但是最近有一些好消息 就是我们也会做更多的 对社区里面好的一些 country builder的一些认可 我们会后面会出一些 更多更好的认可计划 也会欢迎更多的 更好的社区的提交 还有其他问题 再一个问题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掌声谢谢 掌声谢谢刘臻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